我们经常听专家说呢 目前我们还处在这个人口的红利期 对吧 虽然说现在呢 人口脑龄化以及少子化已经出现了 可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现在每一年都面临着买房的一个必然 所以呢 我们说市场上的需求量还很大 而且呢 在2021年的时候 我国的这个城市人口呢 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但是呢 随着现在城镇化的发展 未来呢 有更多的农民工进城 安家 那么这个房产的需求还依然存在 所以很多人说呀 现在呢 这个政策上又放开了 鼓励我们买房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趁房价的低谷期赶紧买房子 这样呢 我们买到的房子性价比比较高 即使呢 未来出手 我们也能够多赚一些 可是问题是呢 在整个2022年 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我们的交易量呢 和往年都不能比 呈现一个下降的状态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开发商拿地减少了 销售额减少了 这一切呢 都说明楼市呢 进入了买房市场 那既然需求这么旺盛的情况下 还有呢 房价比较低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人出手买房子呢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选择观望呢 今天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总结起来呢 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导致到现在人们对于房子呢 是有所忌惮的啊 开始呢 观望不再购买房产 第一点呢 就是买房的成本比较大 且时间比较长 你可以想象一下哈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买房子呢 只有两种途径 第一去收入处 第二呢 通过中介到个人手中购买二手房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呢 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我们都需要呢 准备首付 新房的首付呢 要比二手房还稍微低一点 那么即使再低在这个房价过万的时代呢 没有个四五十万 你的首付呢 是根本不够的 那大城市首付三百万四百万 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这首先就是说 我们的成本就要拿出这些 拿出这些成本以后 我们还有二三十年的贷款呢 有的人选择的是二十年 有的人选择的是三十年 但不管怎么样 二十年和三十年的贷款 它产生的利息 已经和本金一样多了 那么这也是成本 然后呢 我们买了房子以后 还需要有装修吧 那这装修呢 又是一笔钱 一个八十平方的房子 你花个七八万块钱装修 是很正常的咯 然后呢 你一百二十平的房子 想要装的好一点 花个二十万去装修 也很正常啊 因为本身装修呢 就是一个无底洞 你想用好的材料 那么你的装修成本就直线上升 好了 那在这二十年的时间 你有没有算过 你整体的成本是多少 很多人算过 也就是说呢 二十年前 你花了五十万 买了一个房子 实际上二十年以后 你把贷款还完 你的成本比一百万还要多 为什么呢 除了利息的五十万 我们还要考虑到 这么多年通货膨胀啊 钱越来越不值钱 再加上呢 你装修房子花的钱 总之 你这个房子的成本呢 可能就是一百多万了 那么你再看看这个市场价 市场价呢 可能现在呢 房价下行 房子呢 只能卖八十万 甚至是七十万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这么多年 你买了房子 你是赔的 很多人呢 会算这笔账 对吧 买商铺的时候 就得算回报率 回报率低了 我们就不动手 那么其实我们自己住的房子 也是一样 看一看 有没有增值的空间 有没有回报率啊 回报率低了 当然大家不愿意买 过去二十年 很多人愿意买房子 就是因为房子不断的涨 而且呢 不管你买哪个位置的 现在呢 都已经成了核心地段 或者说位置也比较好啊 随便一卖呢 可能套现离场 但是现在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的需求被满足 大家基本上都有房子 如果你的房子 不是足够便宜的话 根本就没有人买 那么很多人想到这里 买房的成本过高 而且呢 把自己套牢了啊 三十年的时间 你不能生病 对吧 你一直呢 要保持有持续的收入才行 所以很多人觉得呢 这个时间太长了 把自己的青春全浪费掉了 那么怎么办呢 买了一套房子 现在贷款还的差不多了 再也不敢去买第二套房子了 这就和很多家庭生完一胎 以后才感觉不想生二胎 是一样的 第二个方面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收入有限 申请贷款比较难 而且呢 有些人的真信已经坏掉了 我们还是以我们普通人买房子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呢 在三四线城市 可能呢 就三四千块钱一个月 对吧 由于呢 现在有疫情的影响 很多这个工厂 可能呢 这个上半个月 修半个月 甚至呢 上两天 修一天等等 总之我们的收入呢 现在变得很低 不太稳定 也有人呢 做生意 却发现呢 竞争力太大 那么撑了一年两年以后呢 自己还赔本了 在前几年呢 你可以感觉到 只要呢 你有商铺 你往外出租 贴上号码呢 不到几天就租出去了 可是现在 你贴了这个号码以后 可能半年 甚至是一年 都没有人打电话问 即使问了 也是呢 让你降低房租 或者说呢 谈不弄 等等等等 那就说明了 现在的生意 也不好做 大家的收入呢 变低 但银行的条件 从来就没有放宽 不管你是10%首付也好 还是20%首付也好 总之 你的首付越低 你还款的压力就越大 你的收入就要相应的变高 很多人是不符合条件的 即使能够符合条件 你也要正视自己的收入 别等着房子呢 还了两个月 或者三个月 还不起了成为法拍房 那我们买房子就没有意义了 还有很多年轻人呢 在20多岁的时候呢 根本就不注重自己的真信 拿着信用卡呢 玩命的花 今天花了 明天再说 到最后呢 拆东墙 补西墙 最后呢 自己的收入低 导致到信用卡逾期 逾期了以后 就上真信报告 上了真信报告以后 银行就不会给你贷款 有些人呢 有了二三十万的首付 结果呢 也不能够买房子 要用亲戚的名义买房子呢 很多人还不放心 会引起呢 房产的纠纷等等等等 总之 很多人呢 在这上面栽了大跟头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的生活成本增加 导致到呢 我们买房子越来越困难 对吧 你有没有一个感觉 就是在二十年前啊 你拿一百块钱 你觉得 哇 好像花不完 这钱呢 真扛花 可是呢 现在你拿一百块钱 对吧 不到一个小时 就可以花完 我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 那么很多人呢 除了这个房贷 占了大头以外 生活的成本也很高 我们的生活成本呢 有以下几个方面 这里呢 说的是除了房贷以外的消费 第一呢 就是车啊 车呢 有的有车贷 有的呢 每一年还有这个车的保险 车的保养啊 车的油钱等等 这一部分呢 我们其实呢 要重视 其实呢 每一年一个车呢 加上这个保险啊 加上这个油费啊 等等 一年可能呢 就得三四万块钱啊 你买的车越好呢 你可能花费的呢 就越多 还有呢 我们自己的生活费 在城市当中 一个月 一个家庭 娘口子 还有孩子 这个生活费能有多少 两千多 还是三千 这都是很正常的 还有呢 孩子的教育 孩子到了三岁以后 要不要上幼儿园 上了幼儿园 要不要上小学 上了小学以后 要不要各种补习班 或者培训班 等等等等 那这些呢 都是花钱的地方 还有 父母年迈了 在农村啊 保险比较少 那么我们每一次回去 会不会补贴一点 再加上老人有病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花钱 你看一看 除了房贷以外呢 大部分的钱都花在这个上面 所以呢 很多家庭一年赚了三十万 到年底一看呢 一分钱没攒下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说 现在的房子质量参差不齐 很多人呢 买房子买怕了 今年的上半年 为什么有难尾楼停贷 就是把老百姓逼急了嘛 全款买了房子 房子却拿不到 还要还这银行的贷款 但是开发商 却不管你这一套 我们所谓的墙皮脱落 地下车库被淹 还有呢 整体的室内啊 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设计不合理 等等等等这些情况 都是呢 我们看不到的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是七房销售啊 所以呢 经过这一二十年的变化 老百姓对于买房这件事 越来越谨慎了 还是那句话 很多人呢 在当前经济增速缓慢 还有呢 房价下行的时候 都会无紧钱袋子 即使呢 有这么好的利好政策 也不敢轻易的把钱拿出去花 因为一旦花了 想要再挣回来 可就很难了 说不定呢 还会把自己搞破产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